台九县南回公路拖宽改善计划 才因地制宜分段施工的方式进行 以新辟高架桥梁及长隧道结弯取直方式 缩短屏东台东两线行车时间30分钟的 安硕到草浦路段 于12月23号上午办理通车典礼 下午5点后正式开放通车 我们准备好了这个通车 不仅如此 我们也希望来台东的乡亲们游客们 可以拥有和西部一样的便捷的观光 还有旅游环境 交通最高的境界就是每一个人离家 是为了让大家有一条更舒服 更安全更方便的回家 所以今天我特别来表示 最高的敬意和感谢 感谢这沿路付出的多少人 多少代 所以今天我不是来给大家强光荣 我是来赞大家的光荣 今天的诚哥 司机就是我啦 但是我先声明 上次我开提股车 是13年前 雪山隧道 这中间没有再开过去 所以你们敢做吗 隧道部分长达4.6公里 特别将世界先进国家最新的抽风系统 及水务消防系统等防灾新科技导路 可快速排除烟雾 及降低隧道温度 另外设置安硕交控中心 监测隧道的行车安全 台东所在综合报道